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我叫赵文波 今年24岁 北漂 来北京已经一年11个月零三天了 不过很快我可能就会离开这里 小时候 我家里是村里面第一个盖别墅的 但好景不长 父亲出了车祸 撞了人 陪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 一夜之间 村里大多数人都开始远离我家 于是我决定北漂北京 尝试舞蹈行业 我与父亲约定两年时间 我必须要闯出一条自己的路 刚到北京 连饭都吃不饱 只能白天去打工 晚上才能在昏暗的舞蹈房中练过 逐渐的我就发现 黑夜中 在钢管林立的练舞房 不管我怎么跳舞 都不会触碰到身边的杆子 我觉得 我有一种自己都不知道的天赋 与父亲约定的两年期限快到了 父亲已经开始天天推我回老家中天 我想今天在最强大脑上 将是我最后的机会 我要证明给他看 我比他想象中要厉害 我要成为黑暗中那个最耀眼的舞者 爸 别再催我回家重低了 我要留在北京 我们有请挑战者 大家好 你好 平民好 大家好 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赵文波 今年24岁 是来自北京 北漂的一个名 钢管舞教练 北漂的一名钢管舞教练 怎么跳钢管舞来的是个男的 是 我也特别失望 刚才那个VCR里头 我看你在一个黑暗的教室里边 能够知道钢管的位置 而且还能跳舞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就是可以 是一种感觉 还是通过发出一种声波 回声定位 你会 然后听谁发现 不是的 没有 他没这么做 是一种感觉 我是比较好奇 男生会选择钢管舞教练 因为我认识很多是 跳钢管舞 都是女孩子 钢管舞的话 我就是感觉他非常美 也是我唯一的爱好 我感觉是 我的强项 所以说我选择了钢管舞 他的前景是看好的吗 我非常看好他 如果问这边四位男士 要看女人跳钢管 还是男人跳钢管 你觉得他们的选择是什么 你怎么知道 他们有不同的选择呢 Dotterway Dotterway一定会有不同的选择 如果就一个性别在跳钢管 你会选哪一个 你刚刚看女人跳 还是男人跳 这还用问吗 他可以跳给桃子姐看 他可以跳给你看 为什么选择北挑呢文波 我感觉我在北京一定会成功的 假如我能成功的话 我打算把父母也接到北京 和他们一起生活 哎呀 很春末的语言 东哥 为什么你说你如果今天晋级不成功的话 你就要回老家呢 因为我和父亲有个约定 就是两年期限 两年期限快到了 最强大脑 是我最后一个舞台 最后一次机会 我要给自己打气 我相信我可以的 我能做到 哇 以前两年给自己设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开一家自己的钢管舞学校 对 所以现在离这还差得比较远 现在温饱都是问题 啊 我觉得你温饱都是问题的 说一句话 我也从农村出来的 为什么不去做快递员呢 你如果能够努力 虽然苦的累一点 所以你能够在北京生存下来 先生存 再某久发展 我自己也是农村人 是 24岁到北京 飘到现在 一步一步走 这个比赛不管输赢 最后还要把你的学校办下去 哎呀 好 所以说不定他是身怀绝技的 请问你今天要来这里挑战什么呢 哎 钢管丛林 好 那么钢管丛林是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呢 请看 钢管丛林 经典意志类扫雷游戏 与性感钢管舞的完美结合 十米长 五米宽 四米高的钢管丛林 共计五十根钢管 五十根钢管中隐藏着未知数量的安全钢管和温险钢管 挑战者根据专家在丛林中给出的数字 限十五分钟推断出安全钢管的位置 随好蒙眼上干 全程不触碰地面 成功不重复经过所有安全钢管 穿越丛林 挑战成功 好 在我身后的呢 就是钢管丛林 钢管丛林当中呢 就是由五十个钢管所组成 里面呢 实际上含有未知数量的安全钢管和危险钢管 外观呢 完全的是一致的 危险钢管 你一握上去 它就会碎 弹不上借力啊 握上去就碎掉 这道题考验的重点是考他的这个大脑呢 还是考他的体力 我觉得都有考 包括体育类的也是大脑能力 不但我有一个问题 找到这个所谓的一个路径 可以把所有的安全钢管全走完的这个路径 是可以在纸上写写画画来做推理呢 还是不能写写画画 只光定着这个 它就是看了以后 记在心里 好 知道了 好 接下来 请三位评审 打出你们的预判分 我去 这个科技民又打了一分 评审之间的差距非常的大 我首先要问一下小四 这个的难度如果你只逼脑力的话 它就是一个扫雷的游戏 那只是说后面加上了很多这种花俏的东西 下面有刺有钢管体能 我训练了多久 但是我们这个节目叫最强大脑 不叫最强体能 也不叫最强技能 如果你最后是要选出这个人代表中国队 去跟外国人抗衡的话 我一定不会选这样一个人 在这个上面我打五分 让他代表中国队去比赛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对自己国家队伍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 张教授 你打的是五分 这个项目呢 其实我感觉 要训练他这个逻辑思维能力 这个记忆当中的重现和定位能力 而且身体和他思维逻辑推断的一个复原 这样的一个能力 所以说我给他五分 好 现在呢 三位评审给你打出的预判分是十分 有信心吗 有 有 好 准备好了 请上东风标志508挑战 结束 接下来请东哥为挑战者出题 东哥在我们的题库当中选择的是第六号题 太好 太好解了 好记什么 你先要解开 就是从四开始啊 不要讲话啊 那么请科学助理打开保险箱取出第六号题 主持人六号题目一起出 好 请科学助理将标游数字的图纸 送到我们选手的观察台 好 五分钟之内按照图中的数字 推理出所有的钢管 准备好了没有 文博 请都好了 准备好了 推理 开始 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直接动 好 请赵文波 对钢管丛林进行观察 选手推理完毕后 根据数据图的布局 快速观察台上的原始钢管丛林 比对并记忆安全钢管的方位与间距 观察完毕后 选手回到挑战位 整理记忆 随后工作人员依据题目布局 重新安装钢管丛林 布置好相应的安全路线 蒙眼状态下的选手 能否在八分钟的挑战时间内 成功通过钢管丛林呢 有者之长 一触即发 主持人 安全路线已经调整完毕 好 请科学助理为挑战者戴上眼罩 并将其带到我们钢管丛林的七点位置 好 请你暂时站着不要动 我想问一下其他评审有什么 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如果他不小心去 误触到危险的钢管的话 是不是就算不能过关 就是轻轻碰到也不行 因为那个材质上是不是很容易 非常准确 如果说他手触碰到了危险钢管 就算失败了 身体其他不会碰到的 都不能 都不能 好 赵文波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赵文波我要提醒你 你只有八分钟的时间 穿越这个钢管丛林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用脑时刻多喝六个核桃 挑战 开始 好 现在大屏所出现的呢 是刘强东先生为选手所选的题目 那么正在闪烁的绿点 就是挑战者可能经过的安全钢管所在的位置 那么我们挑战者的推理是否正确呢 能否顺利的不重复的穿越所有的安全钢管呢 我们屏住呼吸来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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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上来低钢灌就开始耍各种动作 浪费时间 为什么不赶紧跑到最后再耍这个动作 感觉他的时间好像很充裕 还能顾及这么多的美感 这就是为什么我打一分的原因 你们太坏了 人家还在表演呢 你们就甩刀子 当时我想不仅要把项目挑战成功 还要把动作做得漂亮 我对这个挑战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在变动过程他自己乱晃 晃来晃去 在东南西北都不知道了 这个项目的难度还是很大 最大的难度就是那个蒙着眼睛 很容易就是迷失方向 然后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的 文波你只有八分钟的时间 现在过去了 两分钟 就是准备了 让我看过来 我看过来 《梁美帆》 在三辈子上 在三辈子上 你会让我看过来 在两辈子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五分钟 好 现在还剩三分三十秒 花几个时间 还有两分钟 一分钟 你必须加开速度 他累了 体力也不行了 他时间太长了 前面耗的 挑战一开始 频繁的表演动作 消耗了选手过多的体力与时间 并且长时间的猛野状态 也导致选手方向感更加混乱 挑战时间只剩一分钟 选手却才走完一半路程 他能否一鼓作气 走出这危险的钢管丛林呢 三十秒 三十秒 我听到时间快要到的时候 感觉体力也已经透支了 十秒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继续加油 坚持下去 他的体力已经到了一定的限度了 快到了 他的身体 来吧 他就开始就不该做那个动作 对 他就开始浪费时间了 要我说就到最后快两个的时候 你再做动作 非常遗憾 还尽力了 来 文波 我就一点是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你刚开始去上那三杆的时候 要浪费这么多时间做那几个动作 前两个先表现自我 因为最后一杆我也没有底气 来 我不晓得对文波来说 是解开这个所谓的扫雷比较难 还是说盲眼去记忆这个位置比较难 这个的话得要记忆力脑力体力都得有 如果用力太大的话脑容易缺氧 缺氧就是思维不清晰 然后就是脑用太多了体力又跟不上 辛苦了 辛苦了 下次有什么 我 我讲的话不会很好听 你来错了比赛 你不应该来到这个舞台上面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不适合你的舞台 因为这就像刚刚你让我在看你的表演 我就像在看一个做菜很好的厨师 非要跟一帮短跑选手一起去跑100米一样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所以为什么我会给出一分 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你最后你是要代表中国去国际上的这个比赛的 那你不可能像外国选手来 你来跟我挑战钢管舞好了 那不是最强大脑 那是钢管舞的比赛 刚才小四说的好多 其实说来错比赛了 其实建议大家觉得他完全是靠体能 我要说的是人的智力 其实有一块是专门有关运动的 运动好也是属于智力高的表现 等一下我有个问题 刚刚他特会不断地称赞他 但是我好像一期记得第一季的盲穿越激光线 你没给高分啊 盲穿激光线给了五分 今天其实这个项目我会给六分 为什么那个盲穿越激光线不是更难吗 因为他的那个还没有杆子 而且他有这么多交错不同的规则 那时候盲穿激光线的时候 他把东西拆解成了肌肉体 他把所有的激光线的位置 比划了一下变成动作 盲穿激光线的选手赵岳 他对着激光线的阵列 做了一系列的动作 然后他记住这是动作 而我们的选手 这次没有用动作记忆 盲穿激光线也辨别不了方位 这个也是辨别不了方位 对啊 如果你拆几层肌肉记忆的话 就会非常容易玩 这个一样是肌肉记忆 你看过钢灌舞比赛吗 他们中间有很多杆子之间 互相跳来跳去的动作 这一样是肌肉记忆 你别忘了 在这个整个路径中间 还有几个地方是在跳了菱形的长边 这个时候没有试探的机会 这时候你的眼睛已经蒙上好几分钟了 你的本体感觉已经变得非常糟糕了 中间他为什么快不了 他换了一个杆子以后 拼命地把握一下 到底身体的正北方向是哪 所以他一直要知道自己身体 当前对的位置是多少 那杆子是完完全全平滑的 你会摸不着北 这个表现得特别强烈 是在他最后一跳的时候 最后一根杆子 那你五分钟以后 你如果不知道身体 现在面对的地方 你跳一下 你试试看 那激光也不知道 自己面向哪一个地方 我说了拆成了肌肉记忆以后就很容易记忆了 你问任何搞运动的人 他们是怎么靠运动记忆完成的 好的 你说的都对 海军的飞行员 所以他经常在海上 他掉几个跟头之后 他知道哪是天空 哪是海面 如果空军的飞行员没有经过训练 在空中翻跟头战斗机 翻完了之后 他以为海就是天空 有时候就会钻到海里去 就是他能时刻定位 而且相互之间的关系 他能准确地找到 这属于脑力的一部分 好 你还有补充的吗 我是突然想到 当时我刚刚跟他说 转换成肌肉记忆 其实如果你说 肌肉记忆也是脑力的一部分 那如果按照这个理论来讲 我们人类所有的行为 都是从大脑发出的 那任何一个都可以说是最强的大脑 我觉得这个合理 人的感知觉 所有的感知觉 无论是听觉 视觉 还是今天展示的本体感觉 全都在智力里面 我们的舞台上有听觉的 有视觉的 为什么不能有本体感觉的 大特位 我有问题 大特我问你一个问题 那对不起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平心而论 你愿意让他代表我们中国 去参加世界比赛 告诉全世界 这是我们中国的最强大脑吗 如果有一个脑 我叫一句话 如果有一个脑力的项目 是考本体感觉 是考体力和本体感觉的结合的话 就是这个选手 如果你真的连肌肉记忆 都要算到最强大脑里面去的话 那你让晋级的那些四个队长 去跟李云迪弹钢琴 谁都谈不过李云迪 但是你不能说李云迪就是最强大脑 他一定要有一个标准 来放在这个比赛上 我是对他的这个标准 产生了一些怀疑 但是anyway 他开心就好 我这个特别拼尘 能不能总结最后一句 好 抢东 终于感受到了 原来说话要抢着说才行 那当然 难道小天没告诉你 在这个舞台上抢着说话吗 现在学会了 我想文波 你今天又再一次感受到 现实永远都是这么仓富的 为什么今天这么坚持 让劝你不要回家 你回到家里 无非给家里面 增添了一个吃饭的碗 不要这样 当兵去吧 谢谢老师 这都是我 我们看了以后 好 对不起 尽管没有晋级成功 但是我各位老师给你的建议 你都会记在心里了 谢谢老师 以后我会努力走下去的 谢谢 我会坚持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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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虽然这次挑战失败了 但是我以后会走得更远了 相信父亲看到我的坚持 会以我为骄傲的 可我真希望你